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周的北美华人周刊 首先一起来看一下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西方汽车公司以股权途径 获取中国电动汽车技术 中文应用程序帮助北美母语用户订购外卖 国家动物园与中国的50年熊猫交流合作画上句号 哈佛艺术博物馆展览记录鸦片贸易历史 美国夫妇在中国农村开的旅社面临不确定的未来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据彭博社11月9日的报道 大众和斯特兰蒂斯等汽车公司最近颠覆了专业知识 从西方到东方的传统流动方式 转而从中国引进更加先进的电动汽车相关技术 7月大众汽车宣布计划斥资7亿美元收购中国小鹏汽车5%的股份 上个月末斯特兰蒂斯下了更大的赌注 在关闭期在中国的吉普车工厂后不久 以11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浙江领跑汽车21%的股份 报道说该公司借此举也获取领跑汽车的技术 包括自动驾驶功能 斯特兰蒂斯称 领跑汽车是拥有独特垂直整合模式和全套内部研发和创造能力的技术领导者 大众汽车则押注于小鹏汽车的智能驾驶功能和软件能力 报道说过去人们担心的是中国汽车制造商将其获得合作伙伴的知识产权 现在情况则在翻转 11月6日纽约时报报道 一些中文订餐应用程序为习惯于母语的用户提供了方便 这些应用包括Hangry Panda 饭团和超bus等 据报道 休斯顿 明尼阿波利斯和加利福尼亚州圣河赛等城市的餐馆 已经普遍使用这些应用 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风险资本支持的增长推动 总部位于伦敦的Hangry Panda 在过去五年中筹集了2.2亿美元的总资本 而温哥华的饭团在2021年筹集了由中国私募股权集团 投资的3500万美元的B轮投资 报道显示 这些应用更符合中文用户的文化背景和使用习惯 菜谱免于翻译也就克服了英语界面不知所云的问题 美国华人人口不断增长也推动了他们的普及 截至2021年 估计有238万华人居住在美国 高于2010年的180万 2022年还有近30万名中国学生在美国教育机构学习 是国际学生中最大的群体 对一些人来说 这些应用也帮助他们治愈思乡知情 11月8日 三只大熊猫离开华盛顿特区的史密森尼国家动物园 乘飞机返回中国 标志着中国大熊猫在该动物园长达50年的戏剧正式结束 过去50年来作为外交使者 熊猫代表中国人民的友谊出访了世界各国 这个交流方式始至于1972年的尼克松访华 当时中国向美国赠送了两只大熊猫 是双边关系在数十年外交深度冻结后回暖的象征 随着大熊猫越来越受美国人的欢迎 更多的熊猫从中国来到美国各地的动物园 起初是赠予 后来改为租借 在该计划的鼎盛时期 美国一度拥有15只大熊猫 根据协议 中国拥有大熊猫及其繁衍的后代 接收方需要付费 国家动物园每年支付50万美元 亚特兰大动物园则表示 自从1999年以来 已经捐赠了超过1600万美元 亚特兰大的四只熊猫是目前全美仅存的几只 租赁合同明年到期 目前没有续约的消息 哈佛艺术博物馆正在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展览 主题是成瘾对象 鸦片 帝国和中国艺术品贸易 该展览探讨了19世纪初 贸易商们是如何加大 对中国的鸦片非法进口 以寻求丝绸 茶叶 瓷器 和艺术品贸易的增长 这些鸦片产生了普遍的成瘾 停止进口的尝试导致了与欧洲列强的鸦片战争 这些历史进程最终导致西方对收藏中国艺术品的兴趣日益浓厚 其中一些艺术品在武装冲突期间被掠夺 例如英法军队洗劫了故宫 并将艺术品和珍宝带回国家 策展人表示 展览希望促使人们思考 可以从中吸取什么教训 以及它将如何影响我们今天的生活 无论是在博物馆方面 还是在收藏政策方面 以及这些鸦片类药物泛滥之间的关系 布莱恩·林登和他的妻子珍妮在中国创办了生意 他们在云南农村生活数十年 将帝江的积蓄投入在那里实现目标 报道说 像林登夫妇这样的美国人 一直是现代双边关系的关键支柱 他们以公民外交官的身份抵达中国 跟地方政府签订了旅游合作项目 并卖掉自己在美国的房产 投入他们在贫困农村的事业 如今他们创立的菩提树集团 目前在全国拥有十个旅店 包括苏州郊外的一座大型清明庭院 一座荣获2019年美国建筑奖的新建夯土酒店 以及云南香格里拉藏区周围的四个新山地项目 此外 林登夫妇还开设了志愿者图书馆 博物馆和教育场所 但随着中国和美国的政治和经济上的分歧 进一步的加大 他们在中国书写了四十年的旅程 可能要写完最后一篇 以上是这次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